主播各位觀眾 帶你來關心全臺疫情 還是持續在升溫當中 那麼今天依舊突破千例 今天的確診個案數 來到一千兩百一十例 好 其實全臺縣市來看的話 那麼包含北北基桃 以及基隆跟花蓮 都是突破三位數 好 今天新增的中正個案 也有來到七人 分別是三位女性 以及四位男性 那麼其實還可以發現說 今天的這個中正個案說 來二十多歲 以及到九十多歲 通通都有 那另外比較值得關注的就是 其中一個中正的個案 他是二十多歲 打滿了三劑疫苗 再加上沒有慢性病 但還是轉成中正了 那詳細狀況為何 來聽聽指揮中心的最新說法 這六位青壯年族群當中 只有一位是有這個高血壓的病史 其他五位是都沒有慢性病史 那這些七位的個案 都有分別接種一到三劑的這個疫苗 那這次的這個症狀表現 是以這個血氧濃度降低 或者是說有這個肺炎的症狀為主 那都沒有需要住到加護病房去 目前都是屬於這個 輕度到中度的這樣的一個肺炎的變化 那目前都住院觀察使用這個瑞德西偉 相關的一些藥 其他相關的一些藥物在治療當中 好 那今天呢 在這個指揮中心的記者會上 陳時中也被特別提問到了 有專家就推估說未來全臺染疫的狀況 大概會是在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左右 那麼再加上這個疫苗的覆蓋率 會不會達到群體免疫呢 因為百分之二十到三十推估呢 是有四百六十多萬人會有染疫的情況 那麼對此陳時中也特別回答 以全世界來看的話 臺灣呢可能大約會落在百分之十五左右 那麼整體呢 還是要看疫情發展的走向性才會知道 好 我們其實大家比較關注 那究竟呢 這個兒童疫苗究竟什麼時候能夠開打 今天食藥署也特別核准了 這個莫德納兒童疫苗 是六歲到十一歲是可以適用的 不過達滿兩劑的間隔呢 是要維持二十八天 那麼至於什麼時候開打 還有帶專家進一步討論 以上是現場的最新情況 把時間鏡頭交還棚內